在医护人员说明下 学生依序完成接种 这里是金融市二线高中 正在进行BNT疫苗施打 校方表示全校1864位高中生 有1795位同意施打疫苗 接种率超过9成6 来打疫苗的学生有的心情紧张 有的则很轻松 不过都觉得有助于增强个人保护力 打起来感觉怎么样 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 在打之前会不会害怕 有一点点 有一点害怕 那怎么克服 就是放轻松就好了 就说好啊 因为家里有长辈 想说这样的话就提升那个 警惕免疫力 长辈也比较不会生病这样子 那刚打的感觉怎么样 其他同学好像会紧张 但我自己是完全不会 又是很轻松跟病患打症一样 就看到新闻报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就打 对 会觉得打疫苗很重要 应该算是吧 怎么说 就是 就打打看 然后就看抗体 抗体就会安心一点 为了让接种的学生能充分休息 校方还特别将体育课改为室内课程 并让需要的学生申请疫苗假 有关于动态性的课程 比如说体育课 都改成是室内静态来进行 那另外 就卫生单位所提供给我们的卫教 也特别提醒孩子 补充水分 多休息 并且能够适度的反应 他个人施打后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 也告知家长跟学生 如果个人身体有不适 要尽快反应 并且他有三天的疫苗假 可以试个人的身体状况 来选择休息 那学校的立场 我们鼓励家长 鼓励孩子 能够信任 疫苗所带来的保护力 二型高中也是 基隆市第一所 施打BNT疫苗的学校 据了解 基隆市32所学校 共有16000多位学生 同意施打BNT疫苗 接种意愿率94.3% 施打其成将从9月23号开始 持续到10月中旬 我们的校园BNT接种 是从今天开始 那预计的话 全市有32所国中高中的 小朋友要接种 那预计会接种 大概16000个人左右 那我们预计是 排程是到10月中旬 只能会全部完成接种 基隆市卫生局方面 也提醒家长 注意子女接种疫苗后的状况 多喝水多休息 如果有出现新剂 走路会喘 胸痛 呼吸急促等症状 要尽快就医 并告知疫苗接种史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环境 Giambi跟大家研究计 predict guilt